来 大家来好 位于梅山乡的梅子观光工厂 早期将梅子的半成品外销到日本 制梅技术转移之后 改为观光工厂 让游客认识梅制品的生产过程 我们这个工厂其实是民国56年就开始了 所以到了现在为止已经将近40年了 那这三四年来我们是转型做观光工厂 那观光工厂顾名思义就是把工厂打开 然后让来参观的民众可以看得到 我们工厂里面的制成 还有整个梅子的历史严格 除了让游客了解梅制品的生产过程外 观光工厂也推出DIY课程 让游客可以体验腌制梅子的乐趣 我学到很多有关梅子的知识 就是我以前以为梅子是课源的 就是到这边才发现梅子它是下面会渐渐的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以前人腌梅子 就是还蛮辛苦的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机器 所以他们都要用人工去搬那些梅子啊 然后下去下去那个腌制池去腌梅子 就是一层梅子一层野霸这样 来这边就是看看就是说 就是从一贯梅子 就是怎么演变成到现在的这种技术 认识吧就是认识这个梅子啊 其实很多人对于梅梅子 梅花都是熟悉的词 可是他对于梅子并不认识 所以我们藉由DIY的过程 就让他认识梅子 他长什么样子他有什么好处 梅子怎么腌 经过这个过程他会比较有实际的提认 这也是观光工厂的一个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让他有接触 有碰得到 闻得到 看得到 这是DIY最主要的传达的 台湾拉人的作品跟大家揮一揮手吧 馆长廖锦铭 期望能透过观光工厂的推展 把濒临细洋工业的梅子产业救回来 让更多人了解重视梅子的好处与用途 我们做梅子或许是细洋产业在以往 那为什么是细洋呢 其实有几个点 就是说第一个大家不吃嘛 那不愿意吃的原因 就是因为添加物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制程让人觉得不干净 所以我们改善这几个点 让它不再夕阳 我们是一个日出产业 观光工厂不仅保留了古老的采梅用具 也重新定位了梅山的梅子产业 让民众可以了解过去梅子的历史 以及看见未来的发展 中正一报 沈云贤 黄群秀 嘉义梅山报导 在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amos 好了 感谢观看